字幕提供 歡迎收看我的影片 祝大家2021年新年快樂 那每一年在年初的時候呢 就特別的有動力 想說不能再荒廢掉這一年了 所以不免俗得要來制定我們的新年新希望 今天影片呢主要是想要跟大家分享 如何在你的iPad上面 就可以很簡單的製作出你自己一個人的2021電子手帖 為什麼會想要寫手帳呢? 其實我覺得寫手帳還蠻多好處的 那第一點呢 我覺得手帳可以當作 輔助你養成好習慣的一個工具 那我最近剛開始看一本書 叫做原子習慣 之前非常多人推薦 那這本書呢就是在講說 如何去有系統的養成好的習慣 給你養成習慣的一些觀念 我覺得還蠻實用的 那書中有強調呢 好的習慣它其實會富力成長 就算我每天只進步1% 進步非常非常的微小 但是一年後來看呢 可能會是進步達到快要37倍左右 就是每一天你做的任何小小的決定啊 或是小小的習慣 其實它都會影響到你後來的人生 所以藉由新的一年呢 就希望可以用寫手帳的方式 好好去記錄我每一天的一些習慣 然後也可以督促自己 有達到這一些目標 另外一個寫手帳的好處呢 就是可以幫助你記錄自己的生活 因為像我們處在一個資訊爆炸的時代 就每天接收到非常多不同的訊息 那有時候我們可能滑一滑手機啊 或上個網 一天就這麼過去了 那有時候可能回想說 欸我現在你今天在幹嘛 可能就覺得都記不起來 然後有種渾渾噩噩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如果每天可以抽出 3到5分鐘就簡單寫一下 今天發生的事情啊 或是可以看看喔未來幾週會發生的事情 我覺得對平常日常的生活都是很有幫助的 你會覺得說日子過起來就更有意義 然後會變得更有正能兩趣 想要過好每一天 其實這一次呢 也算是我第一次要來正式使用這一種電子手帳 我以往也是屬於那種非常愛買紙本手帳人 以前在台灣的時候如果接近年底 我就會到陳平的文具館 然後挑選一本我明年想要用的手帳 就非常的開心 買很多周邊的商品啊 貼紙還有一堆紙膠袋等等的 年初拿到的時候呢 就會很興奮的開始寫下我今年的目標 然後寫好日期 但是有時候我常常會有一個問題就是 因為我是屬於那種 不是很會畫畫 但我有時候可能會想要學那種Bullet Journal 畫一些特別的表格 但我一旦畫手之後呢 我就覺得我把整本手上都毀了 而其實像我這種初女座的人 就比較龜毛又有強迫症 就覺得整本手上毀了 我就變得沒有那麼想要寫 或是有時候如果你一兩天沒寫 就突然覺得 唉好像就是寫手上就沒有這麼的有動力了 所以我覺得電子手上對我來說呢 可能就是還蠻方便的 因為就算我如果畫愁啦 或是畫不好我都還是可以清楚 這一次才會想要開始試用這種電子的手帳 另外我覺得的好處呢 就是電子手帳它比較方便管理 然後它的彈性也比較大 如果你是用那種紙本的手帳 哪一天不小心不見的話 我覺得會非常的心疼 那電子手帳在這一方面來說 風險比較小一點點 那另外一個好處就是 如果你用電子版的手帳 想要夾一些今天拍的照片啊 或是一些文件等等的 在iPad上面操作是非常的簡單容易 那手帳的版本呢 可能你就是要把照片印下來 然後整整貼貼 但不可否認 我覺得這手帳的手帳也是非常的有溫度 所以這兩種不同的方式呢 我覺得主要看大家自己個人的習慣 然後可以去選擇哪一種是比較適合自己的 如果你想要找尋一些做電子手帳的靈感 也可以推薦大家上Pinterest Instagram YouTube 或小紅書等等 搜尋關鍵字 像是2021手帳 2021行事令 2021 Planner 或Bullet Journal 這一些應該都可以找到還蠻多資源的 然後我也知道網路上有很多佛心的網友 提供那種手帳的模板可以下載 所以大家也可以當做一個參考 這一次的電子手帳呢 主要會用到兩個APP 第一個就是Keynote 那Keynote這個APP呢 就是蘋果內建的APP軟體 免費的不用再去另外下載 Keynote它就像是Microsoft的PowerPoint 就平常如果你要提案啊 或是投影會用到的一個程式 那其實在Keynote上面可以做非常多的事情 那如果你拿來畫表格啊 或是做一些簡單的手帳樣式 我覺得是非常的方便 第二個好處呢 就是Keynote它有一個超連結的功能 因為我之前看了非常多網路上的人 分享他們的手帳樣板 然後他們都會有一個小小的標籤 那個標籤還可以跳到你想要的頁面 我覺得非常的酷 就一直在研究說到底是怎麼做出來的 後來才發現呢 原來是在Keynote上面有這個功能可以去做 Keynote上面呢 主要可以做出你手上的模板 也可以用這個超連結的功能 另外一個會用到的APP呢 就是我之前有介紹過的Goodnote 那這個APP呢 平常就是用來寫筆記非常的方便 所以當你在Keynote 把大致上的模板做好之後呢 導出PDF檔 這時候你再匯入到Goodnote上面 你就可以當作平常寫筆記那樣子 去記錄你的手帳 其實Goodnote本身也有一些做行事例啊 或是做月計畫日計畫的一些樣本 如果你不想要這麼麻煩在Keynote上面做的話呢 其實直接用Goodnote裡面內建的範本 我覺得也是還蠻OK的 接下來就來和大家分享 如何用Keynote可以簡單做出手帳本的樣式 首先你先打開一個空白的簡報 打開之後呢先畫出一個橘形 那這個橘形呢 是做出有點像是實體手帳的風皮的那種感覺 然後我選了一個這個接近奶茶色的這個顏色 選好之後呢 複製同樣的橘形我要來做邊框 那記住就是裡面不要填充任何顏色 然後外面加一個邊框 那邊框的顏色呢 我可能選擇跟我外皮的顏色有點接近的這個色調 選好之後呢 我再複製一下這個橘形 然後開始要來做內葉 那內葉的size會比外面還要小 所以稍微調整一下尺寸 然後加一點點陰影 感覺會更像一個紙本 然後再複製這個橘形 做另外一個內葉 然後同樣也是加上一點點陰影 加入了兩個頁面之後呢 我現在要選取一條直線 放在中間 這樣會更有紓本的感覺 然後稍微調整一下 然後添加陰影 頁面做好之後呢 這時候我想要添加Kino裡面內建的表格 那這個頁面呢 我主要想要做的是有點像月形勢力 所以我就添加我需要的格數 在這個格子裡面 稍微調整一下格子之後呢 這時候就可以來添加星期一二三 在格子的最上面 然後這時候就可以開啟文字 然後打上星期一二三四 放在最上面那一排 月曆做完之後呢 旁邊這個空白我想要添加兩個格子 那就用裡面內建這個橘形 然後在下面畫一個格子 稍微調整一下大小 選好想要的顏色之後呢 上面我再畫另外一個方形 右邊這兩個表格可以依據個人的需求 做不同的調整 像我上面這個表格 想要放的就是這個月的目標 那下面就可以變成我的小小備注欄 所以大家都可以自己去做很多不同的變化 再來要分享的是我很喜歡的標籤功能 點選這個標籤它會跳到你想要的頁面 那這個在Keynote其實非常簡單操作 在裡面只要加入一個橘形 做出有點像是標籤的感覺 然後選擇你想要的顏色 調整好顏色之後呢 在排列部分把它移動一下位置 移動到頁面後面 就會變得比較像一個標籤 那這時候你再複製另外一個標籤 調整一下不同的顏色 一樣是排列部分往後移 這邊想說做三個標籤 所以我再複製另外一個 然後調整一下顏色 一樣是排列部分把它移到後面 現在有1月跟2月的樣板 那在1月的樣板中間呢 這個綠色部分 點選連結 想要把它連到2月的投影片 所以就選擇2 選好之後呢 你就可以利用Keynote裡面的播放 來測試一下這個功能 是不是有連結成功 所以有看到它連到2月 連結成功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來選擇輸出 輸出的時候記得要選擇PDF檔案 那分享部分可以在Goodnose裡面打開 用匯入新文件的方式 添加到Goodnose裡面 這個時候開啟預覽模式 就可以測試電線標籤 就會連到下一頁囉 在Goodnose裡面用超連結功能 記得要是預覽模式 像我現在用編輯模式按這個標籤呢 它是沒有辦法使用的 回到預覽模式 這時候再按一次標籤 它就可以連到下一頁囉 接下來和大家分享 如何在Keynote裡面 可以簡單製作出自己的habit tracker 就是記錄你平常的習慣 那在Keynote裡面打開表格呢 可以稍微調整一下做出你想要的樣式 習慣紀錄表呢 主要就是可以追蹤你每一天 有沒有達到你想要養成的好習慣 所以在這邊可以稍微調整一下樣式 然後設定31個表格 那上面的部分呢 可以再加上每一個月份 所以同樣的表格 就可以套用到很多不同的月份去做 完成之後呢 就可以選擇輸出PDF檔案 這個時候就可以匯入到GoodNotes裡面 打開GoodNotes直接匯入新的文件 就可以像剛剛那樣子 看到我們新做出的表格 就可以直接這樣子使用囉 現在直接來示範1月份的habit tracker 直接在1月份上面塗色 然後寫下我想要建立的好習慣 像是喝水200cc 每天運動30分鐘等等這一些目標 可以寫在左手邊 寫完之後可以換成螢光筆 如果你每一天有達到這個習慣的話 就可以直接在上面的格子著色 這樣一個月下來 直接這樣看這個表格就會非常的清楚 除了著色之外 也可以畫一些小符號來代替喔 GoodNotes裡面有一些手帳的樣式可以直接套用 像是這個月形式力表 電選之後呢就可以看到它的範本 添加月份在上面 然後加上你的日期 其實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我覺得這個也非常適合懶人 如果你懶得下載或自己做表格的話 可以直接套用它裡面這些範本 像我在這邊直接寫上我的月份 然後就可以直接當作我2021的電子手帳 以上就是我今天的iPad電子手帳分享 那希望都有幫助到大家自訂出一個自己喜歡的2021手帳 那如果你有什麼問題或是哪一個部分你想要更了解的話呢 都歡迎在影片的留言區底下告訴我喔 如果你覺得這個影片實用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 也不要忘記訂閱這個頻道喔 也祝福大家都可以自訂到自己想要的新年目標 那我們就下一個影片見 掰掰